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焦点 中兴内部文件出卖了华为 这一波坑对手连FBI都呆了 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是否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 这是美国方面出于国家安全担忧 对这家中国基站电子设备巨头展开的最新调查 美国财政部早在2016年就对华为发出了一份与制裁有关的行政传票 时隔两年再起风波 不得不说中兴实力坑了对手华为一把 彭博26号的报道透露 中兴内部文件中提到代号F7的竞争对手 违背了美国对出口伊朗控制的规定 FBI和财政部从去年起调查F7身份 发现文件描述与华为吻合 为什么华为代号F7呢 据介绍华为简拼HW与英文夫妻手字相同 另外加上华为是任正非和太太的夫妻店 顾华英为F7 另外据报道说 行业巨头彼此之间以代号相称 比如说搜狐和新浪互称为X狐和X狼等 同为电信巨头中兴内部文件称华为为F7 讽刺华为是夫妻店 华为内部文件则称中兴为26 协英二流 亦在比试中心抄袭跟风华为的产品 部分共和党议员曾在去年4月引述新闻报道 要求白宫对F7发起调查 并明确F7的身份 这些新闻报道着重比较了文件里所描述的 这家公司和华为之间的相似点 该公司此前曾表示 公司在运营地遵守所有的适用法律和法规 包括美国的出口管控和制裁法规 且公司在合规上积极配合政府的机构 受到上述消息的影响 华为在美国上市的供应商股价纷纷大跌 目前尚不清楚司法部的调查进展到何种程度 以及联邦探员正在调查到哪些具体的指控 华为发言人也不予置评 在美国政府也采取一系列措施 减少华为在美国本就有限的业务之际 上述调查将使华为面临更大的风险 调查还可能对华为更多的海外业务 特别是欧洲业务造成连锁反应 分析人士称 最坏的结果可能是华为遭遇和中兴同样的命运 中兴遭遇了类似的调查 并被禁止购买美国制造的组件 华为和中兴均已否认自己对美国构成威胁 华为一名发言人表示 该公司由员工持股 没有政府曾要求该公司对另一国实施间谍行为 或者其他的蓄意破坏行为 他表示 由于是共享全球供应链 该公司在网络安全方面的风险 并不会因为其他原因比竞争对手高 美国政府自认为正在与中国争夺这个日益数字化世界的控制权 自去年末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更多措施来约束这两家中国公司的行为 根据研究公司戴尔的数据 2017年华为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上独占凹头 市场份额达到了27% 中兴列在第四位仅占10% 但华为在美国蜂窝和固定电话网络市场的占有率不到1% 而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各占48% 这主要是受美国国会2012年的上述报告的影响 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考腾表示 这令我很满意 虽然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还不是零 不过我希望是零 在美国国会两党只在抑制华为和中兴的行动中 他们考腾扮演了牵头的角色 特朗普去年12月签署了一项禁止美国核武基础设施 采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的法案 与此同时 他们考腾和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也发起了一项 禁止美国政府及其承包商使用这两家中国公司电子设备的法案 国会助理们表示 议员们希望将这一提案加入下一年度的国防支出法案 以确保其迅速的获得通过 虽然在美国市场贫受打击不过华为本月公布的年度财报显示 2017年净利润增长了28% 在中东和非洲等市场的成长尤为亮眼 继续稳坐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地位 此外 华为也生产各式网络设备与其他电子产品 好了 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ウィーエンジー